观众朋友,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另外的一场比赛 就是女子双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由中共选手郭月和牛建峰 对日本的运动员梅村里叫腾刀雅一 梅村里和腾刀雅一都是相当 具有相当实力在单打比赛中 他们分别赢过王满和张一鸣 现在场上比分是三比 牛建峰发球 牛建峰和郭月呢都是两面反交 互相球结合快攻 牛建峰呢他的特点是比较扎实 基本技术比较发射 有一定的力量 摩擦球非常好 郭月呢打反了就显得比较先进 来得比较快 爆发力非常强 现在场上比分一比五 现在发球的是腾刀雅一 梅村里的球赢不同凶狠 它是一种凶狠型打法的代表 开往冲发 开往冲发 梅村里呢今年是28岁 就是现在准备发球 现在大家看踢发球这个选手 拿到球了 他就是梅村里 在2004年的系列锦交赛 卡塔尔的团体赛中是获得第三名 这个腾刀雅一和梅村里呢都是主力队 他们也获得了打国士兵赛的女子双打的第五名 这样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1比3取得了胜利 郭院呢今年只有16岁 这也是参加奥运会比赛里边 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之一 他好像和这个日本的一名小选手 而是相同 就是福远爱都是16岁 腾中雅一呢也是一个很年轻的运动员 他比牛建峰呢是小一岁 今年22岁 在奥运会的比赛里边 由于这次的规则有所变化 也就是说避免强硬上来就碰 所以呢在双打比赛里边呢 就等于是八对选手在那不动 就是前八名的种子先等着 后面的选手打上来最后打出八个来 怕大家再相遇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对很多运动队来讲呢 就是没有一个热身的过程 一上来就是碰到抢手 现在发球的是腾招雅一 在台内起板的时候啊 往往是突然 他力量比较大 他是属于一种凶狠型的打法 三 三 一 二 二 三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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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这球呢是腾道雅一呢 逼了一个大角度 它造成有点中的侧身位拉的时候呢 不能够拉出很高的质量 这时候没准力呢 迎上一个反带 现在2比4郭月发球 腾道雅一这把球 现在日本队是领先3分 这是第二局的比赛 在第一局中队先胜 5 4 5 4 4 5 最后封离训练的时候